我叫唐三 我拥有着钢铁般的意志 以及正直的品格 所以大家都叫我钢铁直男 痛快 真是痛快 当然善于打铁的我 对于理科知识 那是掌握的相当纯熟了 可以说我就是那种 以技术碾压战术的人 从天文到地理 从受理分析到产后护理 没有我不知道的 哥 你给我揉揉腿好不好 小五你知道吗 治疗腿酸 最好的方法就是 在腿上 颇强茧 轻氧化钠 一种无色透明晶体 与酸链中和作用 相同水 以及 原来是让我给你按摩呀 你早说呀 我还以为是要考验一下 我这个小肌力呢 小五 你别说啊 你这个腿 跟我这个腿 它摸起来就是不一样 你这个 不眨手啊 哎呦呵 你这个脚丫子怎么长的 你这鞋怎么还能吸引蝴蝶呢 小五 你知道吗 蝴蝶作为临翅木昆虫 从白恶级开始 就随着作为食物的 显花植物 而眼睛 并为之受粉 你说你这鞋 能吸引蝴蝶 它过一阵 不会开花了吧 从你的身高啊 和鞋子上的泥土判断 我认为你的鞋面上 极有可能是 蚊蝶两开花 这种植物 啊 时间过得真快 一眨眼 就是午夜了 我觉得跟小五 聊了这么久天 铺垫了这么久的话题 也该是时候 步入正题了 小五 你知道吗 其实这一整个晚上 一边给你按摩 我的脑海中 总是有一个 挥之不去的想法 但是 我也不知道 该说不该说 不过既然我身为钢铁之男 就应该直言不讳 那我就 有话直说了 好了 你也早点去休息吧 嗯 吐